如果我們每一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運動的話題 就比較不會無聊看電視 因為我們家沒有電視 我真的覺得每個家庭應該要有一個 喜愛的共同看運動 而且我真的是很相信運動可以救國 小孩這件事情它是人生最有趣的工作 因為你要必須自動自發半夜要起來 自動自發去 take care 很多事情 這跟你的工作是不一樣的 工作可能會想說是老闆交代 可是小孩子這件事情是你的產品 你會很好呵護它 你拿這個心情去對待你的工作 它可能會不一樣 就是說它有很多危機 那危機是不能控制的 小孩子不能控制啊 你控制他就有問題 比如說他大小變認識 或是他會胡鬧 或是他會好奇 他會不小心不見 或是他跟你有很多衝突 那個我覺得磨練一個人最好的個性 應該就是有一個孩子 全世界對刁難的顧客 就是你小孩 因為他是不付錢的 還是你付錢給他 然後他刁難讓你還是你要讓他滿意 他不滿意你會更可憐 就是他會不高興 他會不吃 或是他會不配合你 所以你要怎麼說服他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真的把它可以搞定 又讓他營養健康又壯壯 其實你可以搞定你其他的工作 你現在我們的狀況 我所有朋友 很多女孩子現在見面聊天又聊動軟啊 你就意識到說 其實大家晚婚的狀況是越來越 越嚴重 越來越明顯 那他甚至是一個國安問題 為什麼台灣在七年內 就會成為世界最老的國家 我們的年輕人必須要 照顧更多的老年人 孩子是上帝的禮物喔 如果有機會應該早點去領 這是一個很棒的禮物 大概會比你過去 所有玩過的玩具都好玩 比你遇過的 所有事情都新鮮都新奇 還有 我認為有孩子 會讓你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當你有孩子之後 我認為為什麼你會變一個更好的人 因為你很多事情你會去想說 那我孩子知道後會覺得怎麼樣 我今天做這件事情 我敢跟我的孩子說 爸爸今天做這件事喔 當你敢這樣講 我保證這件事情 就算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是好像應該不會是個壞事 如願教了我很多事 如願甚至照顧了我許多 真正目前為止讓我最難忘的是 基本上他改變了我的創作生命 我過去其實做一個創作總經 我總是在追求 怎麼尋求一個最聰明的idea 我們的聰明意思就是比評審聰明 我可不可以想一個idea一個故事 讓前面 原來是這樣的 哇好厲害喔聰明 我們都在追求讓評審嚇一跳 我們都在追求能夠得大獎的作品 可是自從有了如願 我說一次 從我其實開始懷孕之後 我整個思維都改變了 我在想一次 為什麼幫我的孩子 讓現在這個世界好一點 因為我會比他早離開這個世界 而且我可不可以在這之前 我替他存一些東西 那東西不是錢 那東西是這個世界的 好一點的 也許是像正面的 我不曉得那是什麼樣的東西 但是我可不可以幫他多存一點 我可不可以多存一點 而那好像也變成我 眼前的人生目標了 上次Beggy Phone我才幫我 我們討論一個讓小孩打桌球 我比學英文有趣嘛 要有故事嘛 後來他有非常多回想 我包括我去 我去帶女兒去比賽桌球 我都會有機會把這種握手 我說什麼 他說你寫的那個問題 我說那不是我寫的是採訪的 他說讓我們桌球圈的人都很有振奮力 因為我覺得打桌球比學英文重要 那後來我連遇到 國小老師跑來跟我打招呼 我說我不認識你們啊 他說因為你振奮了我們這些 熱愛桌球的老師在學生 那我的邏輯就是說 我回推20年後 你希望你的女兒記得什麼故事 他絕對不會記得很認真的學英文 英文超棒 那怎麼可能 不可能的 他關在那個安靜班學英文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他一定記得打桌球的成功跟失敗 因為你不努力 你打桌球不會進步 你努力也不一定會贏 可是你不努力就沒有 可是你會有的是很多比賽 跟去旅行的經驗 你跟隊友 然後教練很羞 結果他最近剛好有少年精英賽 北區的 他比賽三天前兩天是數 我第三天才有時間看 我去看的時候 剛贏一場 我想我這樣才不及 後來第二場又贏了 他聽到哈 因為他進一球會大音聲 那種哈 我想說那麼文弱的女生 突然喝了一隻內心 我就覺得 好棒 結果他贏了 結果抱他不在哭 結果他罵你幹嘛哭 因為對我來說 就是那個我難忘了 可是他可能 以後要搞不好長 應該就會忘了 可是對我來說我好難忘 是那個很珍貴的勝利 女的角度我希望 她未來得到什麼故事 而不是她得到很多的競爭力 因為我們的命比她短 也不能把握她一輩子 可是她有什麼能力 應該是帶不走的 應該就是她能夠想 回憶跟表達 我覺得很妙 我第一次認識到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說她跑步可以跑30分鐘 我說我聽錯了 你說三分鐘嗎 因為那時候跑步還不是流行 我真的想這個女的 怎麼可能跑30分鐘 不可能去測試她 果然可以跟我一樣跑很久 後來就是我們共同以為 會是跑步 可是我們也沒有一起跑 因為帶小孩是很難行 就是輪流 後來有天她說 她看了高木直直的漫畫 她說應該要跑馬手 她只練幾天之後去跑了半馬 她跑完了很強 後來她就開始跑各地方的半馬 可是我們現在有個語言 就是看桌球 那個又有 因為小孩子 雖然她不會打 可是她會看 如果我們每一家 都有一個共同的運動的話題 就不會無謠看電視 因為我們家沒有電視 如果每一個村落 或每一個組織 每一個企業 每一個社區 每個縣每個國家 都會有一個運動話題 就比較有趣 像我以前看那個肉雞打拳擊 他們跑步都打拳擊 所以我會跑步開始這樣 就是你會被振奮 就是你想模仿 模仿就會讓你覺得 人生可以多點有趣的事情 如果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覺得運動應該是每個 家庭要有 而且最好不要只是看 我覺得只是看 那還是會吃啊 所以你還是變胖 那還不如 看完之後 應該去做一些事情 這樣就比較好固執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 鎮宇的一些價值觀和思考 我有時候看到她的 她跟孩子的互動 我就想說 對就是要這樣 對就是要這樣 就是你會覺得說 OK前面有一個人在往前走 往前跑 那你會覺得說 OK你搞不好跑的路跟她不一樣 可是你會覺得說 嗯這樣的跑步姿勢 可以帶自己去 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我們不一定要去到 相同的目的地嘛 可是這樣的跑步姿勢 好像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也看到很多人 跑得很痛苦 跑得很吃力 跑得讓孩子跟彼此 跟自己都陷在一種 你知道無間地獄裡面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覺得那是地獄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為什麼 因為孩子大概在十多年之後 他就會脫離你 而你竟然把這麼珍貴的時光 當作就是地獄 那難道你 我意思說你把一個天堂當作是地獄 那你自己搞不好才是那個魔鬼 台灣面對到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心靈的強壯問題 可是我從小就是一直都是球隊的 或者是田徑隊的 你每天都在接觸你想要求勝 但是你也每天都在接觸失敗 然後你也都在接觸你要跟人合作 你也在接觸當你不合作 你失敗了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有團體意識 你會有理解勝敗的能力 你也會有接受勝負的能力 所以你的身體不但強壯 你的心恐怕也跟著強壯 而這對我來講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世界太殘酷了 你的心如果不夠強壯 沒有能力去面對它 沒有能力接受自己會失敗 沒有能力接受自己會輸 然後再輸了之後你還可以再繼續比賽 你還可以繼續贏或者繼續輸 如果你沒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危險的 我會說那風險是很高的 或者至少它是一個很痛苦的 你讓你的人生陷入一個高風險的痛苦的狀態 就因為你不愛運動 你不喜歡運動 而運動更美妙的一件事情是 它通常不太花錢 比起其他所有事情來講 它通常不太花錢 那這不就是我們所有人 現在很care的事情嗎 然後我們的生活環繞 跟音樂跟運動非常非常相關 我們每次出國到任何城市 一定會看當地的比賽 其實我們的旅行都跟運動很相關 所以我老婆也寫了一本運動的書 那我相信接著十年二十年 大概還是會這樣子 沒有比較好 但是我們很開心 很滿意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而且我真的是很相信運動可以救國 你知道我們在美國看大聯盟 所有都是家庭啊 我在西班牙 巴西隆納 旁邊坐的是八十歲的老太太 一起 Buzzle Buzzle 我後面是三歲的小孫子 她竟然認得每個全員 還可以講出他們現在的戰術 為什麼 運動就是for family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興趣 他們有一個共同相聚的時刻 還有他們共同熱愛他們的球隊 而這球隊通常也代表他們的城市喔 像比爾鮑 是西班牙的一個城市 它所有的球員都是當地人 有比爾鮑的球隊要比賽的時候 那是整個城市一起瘋狂 那還會有什麼意識形態的問題嗎 好朋友 這裡要看 這裡有個大山 車子 也是靠 好的 這裡有些東西 但也有一個地球 這裡有多少 有多間交海 有個大山 對 社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